真的是人民保姆 除夕夜 台北中正二分局一名理性远景 在巡逻的时候 发现了一名老先生 有点奇怪 因为他是裹着棉被骑单车 他上前关心老先生 那么对方什么都问不出来 只说自己是出来玩的 于是远景就便带着老先生 返回派出所 而经过一查才发现 他是失踪人口 还好最后很顺利的 联络上老先生的家人 除夕夜街头空荡荡 巡逻远景牵着一辆脚踏车 上头还挂着一床棉被 不是捡到没人要的单车 而是发现一名裹着棉被的老人家 在街上游荡 第一时间觉得不对劲 上前询问才发现 这名老人是失踪人口 赶紧带回派出所 暂时安置 看到他爸爸 当时就 这段时间就很哭泣 然后有七八个 就是他的小孩子 子孙 然后儿子女儿 全部都抱在一起这样子哭 然后也很感谢 我们就有找回他的爸爸 经过调查后发现 这名老人是在小年夜走失的 警方赶紧通知他的家人 老汪儿子向警方表示 父亲出门后就不知去向 家人骗巡不着 报案协巡 家到新竹的妹妹都赶回台北 帮忙找人 远在日本的姑姑听到 哥哥失踪 还马上准备打击回台 就在找了一天一夜后 大家都已经筋疲力尽 并无心过年的同时 接到警方电话 让他们惊喜万分 非常感谢警方能帮助他们一家人 能在除戏业顺利团圆 中文新闻王成伟 台北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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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